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旗馆协会 2月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将于2月19日星期日 在圣盖博喜来登酒店举行年会 及2022与2023年会长交接典礼 当天除了隆重的交接仪式 丰盛的晚餐外 并精心安排了歌舞表演 机票 礼品抽奖 及舞会等精彩活动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旗馆协会 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总会于1994年在台班成立 目前共有79个峰会 广布于全球五大洲三大洋 宗旨式团结全球华商妇女 以宏观视野 心怀世界 掌握脉动 建立网络 发展经贸 促进商机交流 适应时代快速变动 主动吸取新知 培养华商妇女领导 统育及管理能力 提升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 促进女性企业家权益之保障 增进文化商机交流 积极发展国际经贸合作 市华南交州峰会成立至今已32年 凝聚爱心与热心的华商妇女精英 积极投身公益 每年除了配合政府推动侨务活动外 举办各种讲座 如商业 信息 科技 健身 金冠奖选拔 分享杰出企业妇女成功经验 推选签手奖恩爱夫妻 好妈妈 好婆婆楷模 同时也关怀弱势团体 拜访老人院等等 透过全体会员的互相努力 彼此关爱与世界商业节轨 华夏电台记者 艾尔猫提示采访报道